HELLO 大家好,我是雲霸 一直以來雲霸都是電動載具的愛好者 從一開始玩電動滑板車入門到後來的電動獨輪車 最近看到這台正在募資平台展開募資的Mini Farcon 可以折疊到非常非常的小,而且還能收進到後背包 當年我騎小米電動滑板車最大的痛點就是重量重體積大 而且還可能收不進我的車子後車廂 所以我後來就賣掉了 看完這支影片我就整個超輕動 於是我就跑去研究了一下它這台Mini Farcon的規格 規格方面它採用250W的電機 時速最高可以到16公里,可以爬坡15度 有三段變速可以折疊,折疊後大約23英吋長 具備動能回收系統,有避震器,前後時新胎 2小時快充,滿電大約可以到9公里的續航力 而且目前超級早鳥,甚至只要台幣一彎出頭 看得我心非常的癢 然後我又看了一下它的產品介紹頁之後 那我就退火了 好,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退火的原因 第一,它的小犧牲那個板面的面積 你看它騎乘者全程都只有單腳站立 這樣會非常不好騎 另外一隻腳幾乎是懸空的狀態 只有輕輕點在後輪的煞車處 所以這樣還會有重心的問題 你只有單點支撐,放到急煞車 人一定會往前晃動 這樣會有危險問題 第二,續航力只有9公里 你要想喔,這個9公里要算上來回距離 以及當地繞行的距離 也就是說去3公里 當地走3公里,回來也是3公里 那這樣基本上你只能做超短程的通勤 大概就是上班族停車場的距離 你想去河堤繞一繞都會有問題 那第三,它雖然可以折疊到非常小 也可以收進包包 可是啊,像我自己開車出門 都是一家四口出去 那我可能把車停到很遠的停車場 從停車場可以騎它去跟家人會合 可是會合之後 畢竟只有我一個人有滑板車嘛 那所以我就還是要收起來扛著包包 可是它畢竟是一台全金屬結構的車子 那這顆包包大概重量約8公斤 更別說你可能還會有另外一顆包包要背著 所以其實這台的主打對象就是 上下班短程帶步的族群 像我這種買來休閒 想要騎在河邊兜風的就不建議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這台的板面可以設計成像 一樓時那樣的寬板面 讓雙腳都能夠放在上面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解決重心問題 而且電池可能還可以再加大一點點 好,以上是我的看法跟觀點 如果對你來說這些都不是問題 那你也可以去買一台來玩一玩 如果有人真的買了 快call我一起去開箱 好,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按讚開鈴鐺 我是雲霸 謝謝大家,掰掰 好, ресur姐好 加油 因為我的雲霸 很稍貴 εν月 雲霸 aside 那我們 … 咬 按 換 眼 喜歡 複心 什麼 в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